现在大家看到了我们本期的嘉宾就是丁真 其实这期你来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你看这个大门里面就是熊猫的新家园了 我刚才说了过了腊班就过年了 熊猫又桥前新居 咱也不好意思空手过来 总得给熊猫做点什么呢 好吃的 好吃的你看看 而且我觉得作为藏族 是不是也有我们藏族的美食的特色 会不会有这样的元素在里面 有啊 完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完成的任务 给熊猫吃有藏族风味的东西 是不是能允许 咱也卖一个关子 一会儿我们看看我们相应的这些专家 会给我们怎样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往前走吧 可以 我们去的这站叫无限山丘 名字听起来特别有意义 无限山丘那块有好几个熊猫的新家园 据说这次搬家了以后 整个新家园的规模 以及里面那种现代化舒适的程度 都得到了升级 到底什么样 咱们要让网友跟着镜头 我们一块过去看看 好吗 好 盯真 谢谢 走了